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继续讲 《入菩萨行人善说海》 现在正在讲供养品 也就是说供养知吧 供养知当中 昨天前面讲了十二种意幻供养当中的 第四个供养已经讲完了 把一幻供养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第五个供养 也叫做妙香供养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相遍三千劫妙香 涂浮壁 犹如春莲金 发光诸佛生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平时在颐黄供养的时候 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按照《据说论》里面所讲的 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遍满妙香 香气 然后这样的香气 全部供养十方如来 犹如春莲金般的圣香 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圣香 是春莲金一般的黄色的香 那么像这样无数的如来 它这里只标的是 一种圣色的香 实际上我们世间当中 无数的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以妙香来进行供养 当然我们大家都清楚 在这里主要讲的是 医患供养 医患供养与医缘供养 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医缘供养的话 那么心里圆一个东西 然后供养给它 比如说我看见 有一个非常好的物品 或者是一些美丽的喧花等等 全部供养给什么样 我就先心圆着它 然后再进行供养 它这里的医患在整个世界当中 无数无边的 广大无垠的 这样的东西在心里面 可以观想出来 幻化出来 幻化出来而供养 也有如是的功德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大乘佛教当中 万法为心造 如果万法为心造 我们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 也实际上心的一种显现 然后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变化出 一个非常殊胜的供品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供品 所以如果我们修行人 自己有这个能力 那么对诸佛菩萨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我们修行比较好的人 不管是到哪里 应该可以说是 一种修行的方便 不管是遇到什么违缘 还是顺缘 也是一个修行的方便方法 然后当你住在一些城市当中 或者是寂静的山里 也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什么样的方法来 都可以供养 忏悔 或者是修行等等 都可以应用的 所以我们这里 也是这样讲的 在诗文当中这样说的 第五个妙相供养 俱舍论当中这样说的 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道理当中 都大家应该清楚 尤其是佛教的 按照俱舍论观点的宇宙观就是这样的 第一个小千世界 整个包括须弥山 日月 参天 欲界的天等等 这些全部算成一个 然后这个就一千个数目 叫做一个小千世界 然后彼此前数称许为 而中千之世界 那么刚才一个小千世界 算为一个东西 然后这样算下来 总共一千个小千世界 称之为中千世界 彼此前数三千世界 那么刚才中千世界 算是一千个中千世界 那么这个叫做大千世界 那么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我等大师 释迦牟尼佛的所化戒 也叫做娑婆世界吧 我们平常成为的娑婆世界 当然我们这种观念 可能有些初学者 现在刚刚学佛 或者对佛教的道理 没有特别的闻殊过的 这种人不一定 观得特别的清楚 总而言之 这就是佛教的一个宇宙观 佛教的宇宙观 我们观想的时候 整个现在 无边无际的宇宙世界当中 宇宙世界当中 观想就是弥漫香气 芬芳的香气 已经铺灭整个世界 这一点我想 我们也可以观得出来 首先我们像香气 整个遍满自己的屋子 有时候你在自己的屋子里面 撒一些香水 这个时候弥漫整个屋子 大家都应该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这种观想能力 再进行扩大 像山沟那么大 最后像盆地那么大 最后整个世界 这样遍满于世界 那么这样的香气 全部供养 自己所信仰的 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这样有非常大的功德 在这样的所有 三千世界等无量刹土中 恒时飘沙走 真正的方向 遍及各处 以如此殊胜的妙相 屠佛宛柔 纯净般一亿发光的佛圣 像纯净一般的 我们平时赞不住纯净 通过十六次的摩念以后 最后得到最清净 最纯洁的 像这样散散发光的 或者金灿灿的一个佛像面前 平时释迦牟尼佛像也好 或者其他的三十佛像 都是非常庄严的 这样的佛像面前 我们应该自己 心里面也这样观想 平时我们比如说 现在也是在世间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 像牟尼花或者玫瑰花等等 有很多香水吧 那么这些香水应该 平时自己也觉得 这种味道特别好 这种很香的 那么这样就可以在佛典里 或者佛像面前经常这样供养 当然这个是 我们有所愿的一种方式 你这种观想没有任何东西 你平时也可以这样观想 就是我今天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这种方向 那种香当中 有些是自然的香 有些可能比如说我们 鲜花里面蓬蓬出来的香纹 应该说是自然的香 然后现在一些 各种东西配置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人工的 或者通过制造而出现的香水 那么这些全部都平时供养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 经常对自己的身体 杀各种香气 这也是一种传统 当然这个也是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总的来讲 对自己的不清净 三十六种组成的不清净 再这么杀 也是不一定 有非常大的功德 应该来讲 我们对平时在佛像 或者唐卡 或者一些供品面前 如果你能观想 当然观想 如果实在不能观想 也有一些象征性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拿一些香水 在佛像面前稍微喷一下 这样也表示 对佛陀的一种供养吧 这样的话 自己心里也是很舒服 可能你们也有这种感觉吧 总的来讲 我们这里香水的供养 应该是对愿者 我们的所愿对境是 如果佛陀 佛陀真的是 以这样清净的心供养 当然是不用说了 甚至是 我们以其他的这种作业而供养 也有非常大的功德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 有一个叫做阿那律 阿那律应该是天眼第一 它的来源是什么样的呢 以前人们属四万劫的时候 人属四万劫的时候 那个时候 当时应该在拘留顺佛 在那个佛教的家法下 当时有一群盗贼 他们当时到了晚上的时候 好像盗贼的树林 他的领导 他穿的鞋已经破了 可能当时条件比较差 现在的领导应该穿得很好 他穿的鞋破了 鞋破了以后他们准备重新坐 坐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 实在是看不见了 看不见后来他们找来找去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佛堂 然后到了佛堂里面的时候 佛像面前有功德 这个佛像是非常庄严的 金颤颤的 非常庄严的 但是佛面前的功德所有灯 马上要熄灭了 那个时候他们树林为了布鞋子 马上加一个灯鞋 然后他可能把鞋已经补好了 补好了一看 因为灯开始照亮起来 那个时候看见佛陀的笑容 看见佛像的容貌 那个时候他一看 对佛陀的身相生起信心 生起信心以后 可能原来那个灯器 摆在另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生起一个恭敬心 把它摆在佛像的前面 然后在佛前他发愿 他发愿我今天 其实他也不是自己供的 只不过是把这个灯移到上面 然后他为了布鞋子 上面加了一个灯鞋而已 他这样以后 在佛面前发愿 他说 我将来以这个功德 以这个功德 可能移过来这里吧 以这个功德 愿我生生世世得智慧 最后让我在未来佛陀的教法下面 让我变成天眼第一 后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 也是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管是你灯香也好 凡是在佛像面前 凡是在这样的殊胜对积面前 哪怕是自己在 也可以说无际的心态当中吧 并没有特别可以的 这样清净的心来做善事 也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平时我们当然有一些 怎么说啊 有条件的话 你这样供养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 心里面观想 时间上所有的这些香气妙香 全部供养十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一边走路 一边坐车 或者是在一边 做自己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心里面默默这样思维 这一点我觉得 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几秒钟的事情 但是它的功德相当大的 这是那个叫做妙香供养 下面讲的 它这里就是说 与殊胜的 刚才前面讲的那样 佛像 佛塔 或者是金刚上师 或者是一些 殊胜的佛经等等 在三宝所依面前 这么样的殊胜面前 那么应该供养莲花 具有妙香的莲花 还有曼塔罗花和青莲花 以及殊胜的花蔓 殊胜的花蔓 有几种供品吧 它这里的莲花 也可以分为 比如说白莲花 红莲花 黄莲花等各种莲花 一般来讲 所谓的莲花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依靠日光而开启的 这种花朵 叫做莲花 尤其是我们藏传佛教的 一些诗学里面 经常用青莲花 和白莲花 曼塔罗 这几个花 经常是运用的 那么它这里的曼塔罗花 实际上是三十三天天人的 佛报当中所呈现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花 这个叫做曼塔罗花 青莲花一般来讲 是依靠月光而开启的 这样的话 还有花满 有各种花都传在一起 花满一般像莲珠一样 挂在脖子上 以前印度的很多国王 别人迎亲他的时候 首先花满 挂在他的脖子上 这也是以前印度 一直有这个传统 现在也是这样的 现在西方国家 或者东南有国家的 有个别的国家当中 不管是国家的首相 或者是一些高僧大德 殷勤的过程当中 他们第一个 首先到飞机场去接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 让他带一个花门 然后挂在那些大人物的脖子上 有些领导 他一般不小心 一直摸着花门 然后 也有这样的 你们以前看过吧 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这样说的 第六个供养 美化的供养 在堪为殊胜佛田的 一切佛像等 供上令人感到 且已 相而亲人非佛的 曼塔罗花 然后莲花 以及青莲花 所有的这些天花 一般来讲 我们人间也是有 莲花 青莲花是我们人间也有 那么曼塔罗花 一般来讲 天人的天花 还有这些 美化以及珍宝等 进行传承 无缘 流色 月异的花门 宝门等等 这些我们要 供养给诸佛菩萨面前 那么这样的 我们前面也一直再三地讲了 这样的 不管是花门也好 或者是异俗花 这样供养 实际上功德是相当大的 以前《华华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若人散乱心乃至一一花 供养余花香 渐渐无数佛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以散乱心 甚至一朵花 供养佛的花香面前的话 那么这个人 已经积累了无边的资粮 逐渐逐渐能照见如来的神像 所以我想 我们有些人供养的花朵 并不是散乱心供养的 应该以清净心供养的 它所谓的散乱心 好像你无意当中 或者是你心处于一种 其他烦恼心的状态下去供养 供养花朵 也有如是它的功德 这是刚才讲的 《法华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百年华经》当中 《法华经》和《百年华》 一般是不相同的 《百年华》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与佛陀面前 或者是观想如来 向空中杀一束花 那么佛陀说 他的功德以佛的智慧来 也无法寒量 也无法宣说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管是到哪里去的时候 在路上肯定经常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经常看见 无缘流色的各种鲜花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说比丘节 顺便猜的话 那么猜一些花 像虚空当中杀花 这样也有无量的功德 如果你有一些戒律的要求 那么心里面观想 也是可以的 藏地的很多佛教徒 每一次倒了一些 比如说 整个满山边衣 全部是鲜花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很多老修行人 口里面开始念诵 就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一直在这样讲 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在 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也再三地强调 我们现在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藏地有那么多的叶花 那么多的 非常漂亮的花 那么这些花 如果我们没有供养 很可惜 要求大家 凡是到了草地上的时候 一定要念花供仪轨 我想不仅是藏地 尤其是到了汉地的时候 在各大花园里 或者是一些 可能现在都是家家户户 基本上都是家里面有一些花 很多人并不是为供服 为供养自己而摆的花 不管怎么样 你看见这样的话以后 大家也应该值得供养 如果这样供养 当然我们又得到许许多多的功德 同时也应该发愿 发愿很重要的 记得我们以前《世尊广传》当中 《百年幻传》里面也是有吧 当时是伊成王子和曼达 当时在丹德山 他王子把自己的儿女 都给给婆罗门 给给婆罗门以后 他那个妻子回来的时候 当时特别地伤心 因为他失去了两个孩子 他当时特别地伤心 那个时候伊成王子告诉他 我们不是以前 染灯佛面前已经发过愿 当时你变成一个婆罗门女 我变成一个婆罗门子 当时你在买七朵花的时候 我身上只穿有五个银币 然后我只买了五朵花 后来我剩下的这两朵花 你也给过 我们一起当时在佛陀面前发愿 发愿以后当时你愿意 生生世世当我妻子 后来我说你最好不要这样 我是喜欢布施的 以后在生世过程当中 我如果布施一切 你会后悔的 当时你说我不会后悔的 我再也不会给你布施善举 造任何违缘 后来王子一介绍以后 当时王妃一意地全部 现前在他的脑海当中 从此以后他再发愿 怎么样布施 也没有制造违缘 我看当时我们学院表演的时候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婆罗门子和婆罗门女士 一起作合 能制 是吧 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当时他们也是真的 很小很小 现在已经老了 现在他们表演 婆罗门子可能不行了 这个已经将近十年前的一个 释迦牟尼佛广传的一个表演 不过我觉得那一段很精彩的 当时我们很多人 包括法王如意宝 都是看了布施 看了场面以后 很多人都开始流泪 一方面对世尊在因地的时候 他的布施今生 非常生起信心 另一方面 当时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是怎么样苦行的 怎么样为我们众生 做这样的榜样 大家都非常感动 有时候我想 我们现在世间的人们 经常为了贪嗔痴的一些表演 作为话题 天天都想这个 实际上我们作为佛教徒 应该对佛陀 诸佛菩萨的传记 诸佛菩萨的一些事迹 经常观想 经常谈论 这样的人生得人生 也具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我们 他这里也应该这样讲 总而言之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样的鲜花 花园 那个时候 大家也不要忘了 第一个马上要想 供养什么诸佛菩萨 这一点相当地重要 以前上师如意宝这样讲过 我们藏地 昨天我们在这个方面摆的 今天好像没有 那个黄色的花 那个花应该供养诸佛菩萨 是最殊胜的 还有以前花之仁波切 有一朵黄花叫做如心论花 花之仁波切 不管在哪里讲如菩萨行论 就开始生长这种花 我看我们现在学院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如心论花 我刚才忘了 不然给你们看一下也可以 有必要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黄色有六斑的 有八斑的 有十二斑的 看华智仁波切 不管在哪里 听说是在青海那边讲的时候 也到处都生开 这种黄色的花 不管是什么样的花 凡是我们看见一些鲜花 在这个时候应该观想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一点大家不要忘 下面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他这里在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也应该供养 供养是什么呢 最殊胜的相云 那么这些相云弥漫成 最后结成相云 然后还有供养生修 以及种种的饮食 那么诸诗当中这样说的 第七个就是相云供 殊胜合意的妙香 洋溢各方 结成相云 他结成相云的话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香炉里面 就是烧很多香 最后就变成相云 而且这个相云当中 在以前的一些 高僧大德的传记和教言里面 有些变成八吉祥 有些变成七轮王 有些变成武功 等各种各样的形象 那么这些形象 全部弥漫整个虚空节 然后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这叫做所谓的相云供养 线绕遍布空中 这些又都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平时自己在供香 供香我想不管是 到寺院里面也好 或者在自己家里佛堂当中 也应该可以供养 这个也很容易的 现在这个香 也有一些坟墨的坟香 也有一些土香 也有一些燃烧的香 燃烧的香 尤其是现在 好像很多寺院都是开始 做各种各样的 自己寺院里面的各种香 包括我们学院的 有些人说是 佛学院什么场里面的香 但我们学院从来都是 没有搞什么香场 没有搞 我们这里是闻思修行为主的 也并不是主要搞这些 当然这些也是 可能以学院的名义 打学院的这种旗号 这种现在不管是在 有些僧人也好 或者是有些其他人 经常是以学院 或者是以上师的名义来 外面要搞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是经常是有的 但总的来讲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凡是什么样的配置也好 赞叹香也好 橙香也好 顶香也好 那么这些做成的香 应该供养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平时 如果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你就在寺院里面去供香 如果在家里 平时每天都是供一根香 或者是一份香 这个香没有什么差别 以前上师如意宝 去印度的时候 他老人家特别地赞叹 白炭香的香 因为白炭香 大家也知道 它那个白炭香的粉 味道特别地选 相当好 那么我们自己感觉 这是非常好的话 这个作为供品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同时也要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 变成清净戒律的人 对众生带来清净的分享 应该这样一边发愿 一边共享 还有第八个供养 叫做生修供养 那么生修供养 由金香白糖 核桃枝等 花样繁朵 味道显米的生修 所谓的生修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讲过 一般三百三天 所组成的石子 大家都知道 你们也可能看过 比如说像格鲁派 愿于十五号的时候 专门有一个石子法会 就是石子法会 那这个石子法会当中 有非常好的一些 精美的树有花 树有花 做成的各种供品 那么这样的供品 实际上也供养诸佛菩萨 实际上他这里所谓的生修 就是我们诸佛菩萨 包括空性火化身 他们所使用的食物 只不过我们做的时候 有一种象征性的 它专门有一种形状 这是我们在学院当中 也是经常供石子供养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的 别的地方也可以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象征性而已 实际上如果你这个石子 做的时候有点困难 做不来 有这种情况 平时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或者说一些糖果 饼干等等 这些也是代表石子 我们供花的时候 按要求来讲 应该是供生修 供食子 但是我们做不来 具体的有些情况所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平时的一些各种 自己觉得很好的一些核桃枝 或者是什么红牛等等 各种饮料 可以这样供养 或者是你所谓的食品当中 也可以有一些供品 这也是作为生修 什么供养都没有 你这样诸佛菩萨面前 当然诸佛菩萨 并不是特别需要你这几个饼干 也并不是你这一瓶饮料 它特别口渴 没有这种情况 诸佛菩萨早就已经断除了 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机遇 或者是难受的感觉 就没有的 但是我们没有一种象征性的话 实际上所谓的发愿 也是不一定成功的 这一点 我们世间上也是这样吧 世间上也是 你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你要委托一件事情 一般来讲 最少也是拿一个哈达 或者跟别人说说话 有这种情况 这是世间的传统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一般来讲 你发什么愿 世间上人们所谓的续愿 你要发什么样的愿 那么你一定要做好一些供品 然后在佛像面前 比如说你到寺院里面去 你今天想把自己的生意 搞得很好 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目的 在这个时候 首先你应该做一个象征性的供养 点一根香 或者一朵香花供养 供养完了以后 自己心里默默地发愿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发愿的人也在寺院当中 确实是比较多的 经常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发愿 但发愿的过程当中 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没有 我觉得凡夫人 也是恐怕有点困难的 但是最好两个字不要忘 两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众生 我为了众生 包括自己在这个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也可以这样的 比如说 我想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然后我在诸佛菩萨面前 供相也好 供灯也好 我在发愿的过程当中 我为了利益众生 我变成什么什么 所以众生两个字 我们作为发了 无上菩提心的人来讲 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刚才讲的生修的供养 那么下面讲的 应该是灯功和地面的供养 夜线金莲花 奇列珍宝灯 这是灯功 夜线上金莲花 我们现在灯器有金莲花的 有各种法轮性的 莲花性的等等 有这个灯器 像金莲花那样的 然后拍得特别整齐的 这样的灯功 讲的是灯功 下面整个地面上 富有分享的 还有撒满鲜花的 这种地盘也好 或者供典 这些供养 吃方诸佛菩萨的意思 那么第九个 也就是叫做灯功 那么这个 宝灯的供养 竟然有血排泥中 金莲花中安放 有各式各样 光芒散散的宝灯 这些也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大家也应该清楚 平时自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自己做一些灯 裙子供养 如果自己各方面的条件 不允许的情况下 你就心里面 应该这样想 世间当中 广大无边的灯气里面 有灯性和油 然后点燃以后 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当然这样也可以 或者你只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油灯 你也可以观想 一般以前 宿油灯的有些功德文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整个外面的灯气 像外面的七十节这样来观想 然后里面的灯性观想须弥密山 里面都有七大海洋 或者是四大海洋 像这样的 我们按照俱舍轮的话 中间有七个金海 这个海洋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说法 讲四大海洋 整个世界全部以灯光 你一照亮的时候 全部变成光明 那么整个世界 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表面上 看起来一个油灯 但实际上 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平时 在僧众里面也好 佛像面前 供养很重要 功德很重要 我看到了拉萨那一带的时候 拉萨人对灯功是非常重视的 每一个 到了一些节日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一些蓝女老少 全部到寺院里面去 然后他们每天 都是拿了一些素油在灯上面加一点加一点 每一个殿堂里面去 一直共玩 有这种传统 所以我想我们平时 如果藏传佛教当中有些这样的 行持特别善法的 有些很虔诚的有些老居士 他一辈子都是 这个灯不灭的 一辈子都是 他自己在佛殿面前 因为那个灯气稍微大一点的 有时候换一下灯性 一直填那个油 一辈子都是 这个灯一直不灭的 有这种 一只人死之前 他自己也是发愿 灯一直不灭 也有这样的 我看现在有些大城市里面 卖那个什么灯气 一直这样放着 到时候交一点点费 实际上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这样也是很好 就是这样 也是很好 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贫女 当时看见国王功德非常 金子 银子等等 许许多多的 灯气当中是功德 当时她一方面特别随喜 一方面她自己心里面 就觉得说 我没有什么别的供品 有一次她好不容易 得到了一点素油 然后在佛陀面前供养 到了下午的时候 当时目犍连认为 白天这样供灯 浪费油 最好是晚上释迦佛陀传法的时候 在佛前供灯 当时她就想办法 把它扑灭 怎么样也是没办法的 后来我们也知道 目犍连的神通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她依靠各种各样的神通 开始准备扑灭这个火 扑灭这个火的时候 一直实在没办法的 后来她问佛陀 为什么我神通那么厉害 连一盏灯的 贫女一盏灯的我就扑扑灭 为什么这样 她有点不高兴 当然不高兴是我假的 阿罗汉有没有不高兴不知道 但是好像 释迦牟尼佛的口气来看 她说 你们这个声闻 根本不可能灭人家大乘的灯 因为它是怎么样发愿的呢 我现在这个灯 照亮所有众生的无明黑暗 它是这样来点的 所以你这样的小乘性的神通 肯定不会破灭的 当时这样讲 而且释迦牟尼佛当时 这个贫女也是受极为 将来变成灯光如来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电灯尤其是所有灯 这些功德相当大的 我们作为修行人 最好把有些 简单的一些佛教的传统 都不要认为 这是没有什么 这是一种仰视 这是一种心事 这是一种愚痴的行为 真是这样的 现在世间上有些人 根本不理解 你看你们这个功德 有什么用的 这不如这个私有自己吃了好 或者给给贫穷的人好 当然一方面 也可以这样讲 但世间上的很多事情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有些意识 有些最基本的因果增见 是不能欠缺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 学大乘菩提心的人 最基本的因果观念 这个相当的重要 如果我们现在对来世 今世 对佛教所说的 基本的正见 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 那所谓的修大乘佛法 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情 因此大家在对佛教的基础上 一定要下功夫 如果有了一定的基础 佛教的正见方面 因果方面 或者是对人生难得方面 却有一些甚深的见解 在这个基础上 开始修利他的菩提心 因为利他的菩提心 非常的深奥 有时候我都感觉现在有些人 可能基本的基础都没有 然后给他们讲 所有的自我舍弃 然后要做利益众生 这样的话 那很困难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世间当中 基本的一些人格 或者人品还没有完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以自我的一切兴盛 然后要全心全意 为利益众生 这个恐怕有些人 不一定接受得了 但不管怎么样 佛教的精神 佛教的意义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宣讲的时候 也不得不讲 它的真实道理 这样以后 平时我们修什么法的时候 一定要修这些 世俗的积累资粮 我觉得很重要 记得以前《极乐愿文大书》当中 喇喇秦珠仁波切 也是这样讲过 说是 如果我们像十盏灯 或者十个身修 都是没有的 经常我们祈祷一些 什么圣尊 菩萨等等 来帮助 利益 这样是不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我们平时发愿也好 平时祈祷 供佛 做什么样的事情 应该自己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象征性的积累资粮 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 我刚才讲的一样 你真的要续愿 或者你真的要发什么愿 那么你有象征性的 在佛像面前供一赞党 就每天早上的 我们也可以有一种所愿 这个大家应该清楚吧 比如说我在佛像面前 我供一赞党 然后供一赞党 然后刻三个头 就是我对佛陀的 并不是刻头上的一种恭敬性 我对这些什么都不管 光是说是顶礼阿弥陀佛 好像我们平时的感觉上看来 也有一种不太实在的一种感觉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把这些基本的修行方法 千万不能忘 第十个就是地面的供养 这个地面的供养呢 香水屠佛的地面上 遍满明人 伤心欲目的花朵 依次作供养 那么这个平时我们 比如说高僧大德 讲经说法的时候 整个地盘或者讲堂里面 撒满鲜花 然后供养也可以 或者我们佛典 烧得干干净净的话 实际上对佛陀的一种恭敬 也是对佛陀的一种供养 所以平时我们对佛陀 也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供养 这种方式来供养 那么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 当然你一幻供养就不说了 如果一幻供养不能这样观想 你不管是到那里 那里有一个特别清净 特别语义 你觉得 啊 这个地方真的多好啊 在这样的时候 就心里面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 这一点很重要 下面应该是第十一个吧 就是说 广大无垠的这些大哨 宫典全部都伴随着 赞叹诸佛菩萨的歌声 还有在这些无量点当中 都选取出各种珍宝 妖艳度母 然后这些装饰品 掩饰了整个虚空节 无量无边的 全部供养给诸佛菩萨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都一些无量点 所谓的无量点 以前古代都是 它的掩饰 形状 形式以及整个装饰 都是我们一般的人 无法想象的 无法思维的 这样的宫典才叫做无量宫典 那么这里我们也平时 尤其是在大城市当中 经常也可以看得到一些无量宫典 或者是一些心机的宾馆 以及外面所看见的一些高楼大厦 那么这些全部都 在心里面也可以观想 或者亲自看见以后 你就可以说 哎 那么好的房子 那么好的宫典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这样一说的话 心里面也可以这样想 而且确实也有 很大的功德 第十一个供养 就是供典的供养 穿上着天子天女 所隐藏的鱼耳洞听的战歌 各种珍珠 宝珠船 玄缀的食品 浆 宝床等 掩饰的光规流离 光芒万丈 遍布整个虚空界 成为虚空庄严的这些食品 也贡献给具有大慈大悲的这些 诸位菩萨 佛陀 包括如海空行 护法宗 以及对自己有法恩的 所有的十方金刚上师 大恩上师面前 应该这样去供养 那么这些供养 不禁说我们真实的供养 甚至一些在晚朔的时候 做供养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以前在《贤愚经》 还是哪一个经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公案吧 有一次佛陀和阿难 到城市里面去化缘 化缘的时候 当时有两个孩童 看见这个 他们本来都是用一些土粉 有些做无量供养 有些做宝库 有些做如意宝等等 这样做自己的一些晚朔品 那个时候他们很远的地方 看见佛陀和阿难尊者出来了 出来以后 两个孩子都生起信心 然后生起信心以后 他们都准备 把自己的财物供养 有些经里面说是供典 有些经里面说是如意宝 然后如意宝准备 它可能一个头对吧 这个头对准备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的时候 因为当时两个小孩子 各自特别矮 没办法向上去 后来一个孩子 跪在那里 然后另一个孩子 爬在上面向佛陀供养 佛陀也是搏于拿地 而接受了他们头对的供养 回去以后佛陀要求 把小孩子供养的供品 你应该用上 刷在僧众的枪上 把它做成篱笆 刷在僧众的枪上 后来以这个发愿 以这个善句 佛陀也收集 说是这两个孩子 刚才真正要供养 如意宝的这位收集 我涅槃以后 过了一百年的时候 变成阿语王国王 然后后来的确是 成了阿语王 刚才另外那个 成了阿语王的大乘 后来阿语王佛陀圆寂以后 做了八万四千塔 大家也清楚 现在遍布整个世界 所以有时候 我们遇到了殊胜的对境 在这种情况下 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供品 就是一般来讲 是一个小小的供品 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功德 以前不是 来了一位独爵 独爵的时候 当时应该 来一位独爵的时候 当时舍利子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有一个人 好像他就供养那个增和贤 后来就变成 智慧第一的舍利子 所以有时候 遇到殊胜的对境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供品 也积累很大的质量 所以我们平时到了一些寺院 到了一些佛典礼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好好地发愿 这个也很重要 你光是供养 没有发愿 也不行的 一定要发愿 发愿的时候 我刚才也所讲了 自己肯定要待着我 像智慧第一 或者我慈悲第一 或者我尽快在我的相续当中 菩提心生起来 如果菩提心没有 我在这个世间当中 不管怎么样 获得特别的痛苦 看别人一直看不惯 这个也是坏人 那个也是坏人 全部都是坏人 一定要首先我的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以后 我看见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众生的时候 都是菩萨 都是佛陀 那个时候我修行就容易 如果没有这样 我现在的境界很差 应该每一个人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目的 不同的这种想法 所以大家也应该这样行持 这个也极为重要 好 前面讲第十二个供养 也就是说 医患供养当中的 最后一个供养 这个颂文当中这样讲的 他这里意思就是说 精兵称职的各种珍宝 就是宝山盖 这种山盖 它的整个周边 点缀着非常美好的装饰品 而且它的外星特别的庄严 整个外星特别的庄严 那么这样的宝山 也是供养诸佛菩萨 我们平时 大家也知道 所谓的宝山是 处于八吉祥之一 那么它象征整个一切吉祥 瑞祥的一种供养 当年释迦牟尼佛 《转法论》的时候 《转法论》的时候 有两种说法 有些说释迦牟尼佛 当年到三十三天 为母亲说法 回来的时候 到萨顿城市 到萨顿城市的时候 当时右边是梵田围州的五百个眷属 拿着珍宝的宝山 左边帝氏围州的五百个眷属 拿着黄金的宝山 然后向释迦牟尼佛乘起宝山 来到世界宣传法论 以这个缘起 从此以后后来 凡是高僧大德迎请到一个寺院 迎请到一个道场里面的时候 后面有一群人拿着宝山 拿着山盖的缘起 也是自从那个时候 开始有这种说法 应该是这样的 不管是藏传佛教 还是汉传佛教 凡是以为高僧大德 要真的搞一些仪式 那个时候我想是 大家都拿着宝山 拿着宝山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的宝山又有一种象征 带着宝山实际上是 胜过一切违缘 因为白色的这种 尤其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当时我们金刚降魔咒专门 给上师做了一个宝山 本来这个钉原来是个黄色的 后来上师说应该是白色的 如果是白色的宝山 实际上是胜过一切 就是在一切当中 获得胜利的一种象征 所以我们八吉祥当中的宝山 对上师也好 对诸佛菩萨面前这样供养 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后来佛教不管是 那一个高僧大德传法的过程当中 都称起宝山 称起宝山的象征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宝山的周围 也有各种的银螺 半银螺 有些也有装饰品的 这是可能各个地方都不相同的 不仅是高僧大德们 一直很多佛像的上面 也是有一些宝盖 所谓的宝盖也可以说 实际上宝盖也是一种宝山吧 那么佛像不一定害怕下雨 上面一直是乘一个宝山 不然害怕下雨 没有这种情况 我想应该也是 以这样的一种标志 他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宝山供养 诸位有增珠等 食品厌食的 约衣精病高高 乘起珍宝组成 造性美观 令人见而生息地 殊胜深妙宝山 也是恒时供养一切如来 当然这里也是一种象征性的 这是所宝山 实际上我们《极乐愿文》当中 八种瑞相 七种轮王宝等等 凡是我们心里面想的 全部都可以供养 总的来讲 我们对佛陀 殊胜对境 对三宝 第一个要有虔诚的信心 如果没有虔诚的信心 可能人们都不一定这样做 认为这是多余的事情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啊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念 当然这些都是 不懂佛教的原因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平时 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自己 树立自己的正见 这一点很重要的 如果你连正见都没有 那佛教的慈悲观 或者是智慧 元气观等等 这些上上的功德 根本没办法生起的 就像没有大地的话 那大地上生长万物的机会 根本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每一个 不管你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首先你的见解很重要 什么叫你的见解呢 对佛教的基本观念 对佛教的基本看法 一定要白正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 就像我们世间人 有些对佛陀 佛教 或者对圣人的行为 一直一种排斥的眼光 一直有一种邪言来对待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比如说我对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完全是坏人 那么他怎么样给我成亲呢 他怎么样 就成败他的情况 我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想我们世间上很多的人 目前来讲 当然学佛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是大家应该 可以看得出来的 到了大城市里面也好 不管在哪里 应该学佛的团体是越来越多 但是具有正见的人 不太多 首先一定要建立 树立自己的正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入菩萨行》 学习到这里